祈安法会上 善男信女虔诚礼拜 公祝基隆省天宫 澎湖厕老佛祖圣诞快乐 也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连续三十多年来 在澎湖厕老佛祖圣诞日当天 省天宫都会准备 白米面线等民生物资 给安乐区的低收入户 用实际的行动 给予关怀与帮助 本厅做这个救测 一厅有三十几年 去年因为我们讲这个关系 我这边都准备好了 我要促销对安乐区的低收入户 不好意思 今年再做 因为今年就是没有给我们犯罪 再做 来源这些都是我们的性质 和我们的优先人数 来给我们赞助 我们的青年党就是 做一个桥梁一样 来获得这些帝师傅 感谢这些帝师傅后来领 很感谢他 大家平安大贪 市议员秦珍也到场一起参与 慈善活动 安乐区多位里长 也都到场协助 民主党的民主党 秦天宫有没有爱心 也好 因为他们这个庙宇 一定有四五十年的历史 那每年的在这个季节的时候 他们这个所谓 圣诞千秋的时候 都会办这个低收入户的一个 赠灾的社会公益 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公主 还有我们区长 特别注重这次的一个活动 希望说我们所有的 低收入户的朋友们 能得到我们这所谓 重心大德的一个 广亭浮潜的这个心 大家一个平安的一个度过 安乐区区长也特别到现场致谢 感谢醒天宫多年来送暖关怀 首先是感谢醒天宫 我们平安宫 我们平安宫和这些委员的付出 那虽然我们平安宫 是在山顶 一间小廟而已 不要因为很好逢色 大家信头很多 因为就是 大家都有做宣宿 有什么当地来做这个事情 真的不太简单 还在这里代表 我们安德区所有的副民 来感谢我们平安宫这个宣企 今天这个时候 我們也來給大家辦一個感謝狀 感謝大家的付出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收聽 因為在這裡有保備 大家一定可以輸入 事業更發達 而連續舉辦三十多年的慈善活動 未來還會繼續的辦理下去 將信眾的愛心遠傳 祝福大家一切平安順利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